武神主宰 第5623章 虚空明火 但是,不管孟婆杀死多少鬼修强者,四周还是有无数鬼修强者汇聚而来,伴随着那些鬼修强者汇聚而来的,还有一道道可怕的大阵束缚之力 砰砰砰 孟婆不断地击杀一尊尊的鬼修强者,可四周不断萦绕而来的黑色阵光愈发浓郁 这些阵光化作一道道黑色的波纹,如同丝线一般不断地缠绕向它 可恶,这五月明帝的人,在这里究竟布置下了多少的大阵 孟婆抬头看向远处天际,远处那阵光就如同起伏的天地一般 在它暴露的瞬间不断地涌动,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天幕锅盖一般,笼罩方圆亿万里虚空 一道道浩瀚的力量迅速朝着此地汇聚而来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怕是要不了多久 它就会被这些恐怖的阵光,笼罩得严严实实,再也没有丝毫反抗的力量 必须尽快冲杀出去,否则一旦等这些大阵汇聚,我定会陨落此地 孟婆心中发痕,手中石碗猛地横扫 砰砰砰,又是有一群鬼修强者迅速炸开 炸裂如绚烂的烟花,在这天地间形成一道道巨大的爆炸 这些鬼修强者,据是超脱级的强者,放到别的地方,个个都是一方巨拨 可此刻在这里,却如飞蛾扑火一般,宛若蝼蚁一般陨落,极其凄惨 可这些家伙,却是汗不畏死,如同疯了一般杀来 拦住他,别让他给跑了 老妖婆,死来 一群群鬼修强者怒喝着,如同闻到血的鲨鱼,迅速汇聚 你们,找死 孟婆怒喝一声,眉头竖起,一道暴力的凶光从他的双眸之中,绽放而出 轰,他手中,石碗迅速轰出,砸向前方无数鬼修 他绝不能被困此地 眼看着石碗,就要将前方无数鬼修杂暴,突然间 哈哈,孟婆,何必这么大火气呢 哄,无数黑色火焰从天际降临 这些黑色火焰每一道都蕴含坟灭天地万物的气息 寝客之间,就包裹住了孟婆轰出的石碗,将它阻了下来 黑眼,想不到你也成了五月明帝的走狗,与深渊一族勾结 孟婆瞳孔一缩,怒吼出声,心中一惊之下,猛地收回石碗 轰烹,石碗之上,萦绕出一道道可怕的忘川河气息 将这无尽火焰,瞬间轰爆开来 第一时间回到了孟婆手中,凝重看着前方 呼 无数火焰凝聚,化作一个黑袍男子 他目光阴冷看着孟婆,嘴角勾勒嘲讽笑容 孟婆,与深渊一族勾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本地怎么听不懂 黑眼一步步走向孟婆,冷笑道 至于臣服五月明帝大人 当年五月明帝大人,曾救过本地一命 本地之恩图报,此番出手 只是看不惯你在五月明帝大人领地中四处杀戮 想要主持正义而已 主持正义 你五月明帝之人,传我封都城 杀炎魔大帝,还敢说本地杀戮 孟婆怒吓出声,神识警惕四周 不等自己把话说完 手中石碗,已然再度轰出 杀 哄 可怕的石碗,宛若一颗星辰陨石 对着黑炎大的强势砸来 哈哈 黑炎大帝大笑一声,直接化作一团浩瀚火焰 朝着那石碗猛的包裹而去 轰隆 浩瀚的火焰与那石碗迅速缠绕在一起 彼此之间竟然势均力敌 虚空明火 此乃是黑炎大帝修成前的本命火焰 也是当年明界开辟时 天地间所诞生的一道本源之火 威力之强 乃是无上顶级的重宝 自然不逊色于孟婆手中的孟婆万分毫 孟婆心中焦急万分 她最担心的并不是这黑炎大帝 而是隐藏在暗中的暗影大帝 时刻将注意力集中四周 不敢有丝毫大意 哼 和本地战斗还敢分神 修轰 黑炎大帝心中恼目 强势杀来 一道道可怕的火焰 宛若流星雨一般杂落下来 在虚空中形成可怕的爆炸 可焚烧一切的火焰 不断灼烧虚空 散发令人心悸的恐怖 杀鸡 令得孟婆连连后撤 而就在这孟婆后撤的瞬间 吃 无尽虚空中 一道令人牙算的破空之声 骤然响起 涌动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杀鸡 宛若有一道无形的尖锐之物 破空而来 尚未刺入孟婆体内 就令得孟婆神识微微一痛 浑身涌动无尽的鸡皮疙瘩 来了 孟婆心头发寒 精神高度集中 急忙一个转身 双手合十 一道可怕的孟婆水从她手掌中不知何时汇聚 猛地喷波而出 与那可怕的阴风之气碰撞在一起 轰隆一声 两道可怕的气息碰撞 那一道漆黑阴风之物在瞬间被熄灭 被恐怖的孟婆汤直接腐蚀成虚无 不对 孟婆心中大惊 暗影大地的偷袭 岂会那么容易被灭 她急忙转身 将一道孟婆汤横于身前 却已来不及 砰的一声 一道无形的尖锐漆黑长针 划破虚空 翘无声息间 便以洞穿孟婆身前的孟婆汤防御 带着尖锐的破空旋转之力 刺入孟婆身体 关键时刻 孟婆猛地侧身 将那刺向她神魂的长针 牵引到自己的左臂之上 轰砰一声 孟婆的左臂当场粉碎 化为黑色血雾消散风中 并且 一道阴冷的神魂攻击 沿着她破碎伤口 朝着她的神魂 迅速蔓延而去 令得她的神魂迅速僵直 剧烈抵抗 哈哈 成了 黑炎大队狂喜出声 这一击之下 孟婆左臂粉碎 已然身受重伤 她和暗影大帝联手之下 斩杀对方不再是难事 同时 黑炎大帝也是暗自心惊 先前暗影大帝攻击成功 并非是她一人功劳 显然那深渊异族之人 也有暗中出手 否则绝不可能如此欺骗过孟婆的感知 这让她心中艳羡又是警惕 若是她体内也有深渊族人合作 那她在这冥界除了四级大帝等少数几人外 岂不是都能横着走了 杀 暗影大帝一招得逞 根本不给孟婆反应的机会 趁着孟婆抵挡自己 英真神魂攻击的时候 她朝着孟婆猛地杀来 只是她还没杀到孟婆身前 突然似是感知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看向远处天际 神色猛地大扁 暗影大帝目光中闪过一刹那的犹豫 下一刻 她竟是扔下孟婆 不甘地转身 轰的一声 身形直接顿入虚空 刹那间消失不见 黑炎 这孟婆交给你了 快杀了她 远处 隐隐传来暗影大帝的传音之声 在暗影大帝传音的瞬间 黑炎大帝也似是感知到了什么 嘴角笑容凝固 眼中闪过惊怒 下一刻 她整个人书地化作一道可怕黑色火焰 轰 她竟是直接燃烧起了自身本源 涌动无尽火焰 朝着孟婆悍然包裹而来 要将孟婆生生焚烧殆尽 可不等她的火焰降临 无尽天穷之上 一道恐怖的威压 陡然涌动而来 方圆无尽天地间的众多鬼羞强者 血脉颤动 源自灵魂深处的大恐怖 伴随那隐隐的无上气息 蔓延身心 仿佛有冥冥中的大劫到来 那是 诸多鬼羞强者坐立不安 惊恐抬头 不由地头皮发麻 只见 一道巨大的擎天巨首 散发着禁忌毁灭的气息 从九天之上降落 直接轰在五月境内 笼罩方圆亿万里范围的大阵之上 轰咖一声 那可怕的封界大阵 在这擎天巨首之下 脆弱的宛若无物 如同纸壶一般 被轻易洞穿 紧接着 那擎天巨首 划破无尽距离 直奔黑炎大地 所化的漆黑虚空明火 在那擎天巨首的尽头 隐约可见一个身形微额的通天身影 散发无尽杀意和名气 神秘浩瀚 古老威严 石殿炎帝 是四级大帝石殿炎帝 诸多鬼修如同窒息般 神魂和心灵都遭受到了无尽重创 而黑炎大帝更是心神惊怒 急切杀向疆之中的孟婆 他万万没有想到 石殿炎帝会赶来得如此之快 如今之际 只有杀死孟婆 才能替五月明帝大人 抹出一切隐患 然而 根本不等他所化的虚空明火 包裹住孟婆 那擎天巨手 已然横贯无尽虚空 将他所化的那一团虚空明火 给瞬间抓射手掌之中 那能焚尽天地一切 在冥界有着赫赫威名的虚空明火 在这巨手之下 剧烈振战涌动 却如同虚射般 被擎天巨手中蕴含的恐怖明气 给轻松破灭 长达百丈 蕴含无尽火焰气息的虚空明火 被瞬间捏爆开来 当场炸开 顷刻间四分五裂 火光肆虐 洒向四周天地 建设在一些附近围攻孟婆的鬼羞强者身上 顿时惨叫声 此起彼伏 啊 眨眼间 上百名鬼羞强者 在破灭的虚空明火之下 灰飞烟灭 或者留下焦黑残缺的一堆尸体 坠落虚空 剩下的鬼羞强者们 全都神色惊恐 疯狂后退 呼吱一声 与此同时 那些漫天飞溅的漆黑火焰 迅速在远处重新凝聚成一针身影 浑身狼狈的黑炎大地口吐鲜血 惊恐抬头 大地 孟婆也终于惊醒抬头 面露惊喜 明天飞溅的黑炎大地口吐鲜血 大地口吐鲜血